晚顺一晚顺二 握前曲线 找到你的半层纹 然后从半层纹上一寸半 这是晚顺二 从晚顺二再直上一寸 晚顺一晚顺一晚顺二 看一眼 后夕离晚顺一有多远 是不是三分左右 下回再给患者扎针的时候 不要这种曲线了 直接握前曲线 找到后膝 后膝是不是一握前就出来了 后膝下三分 扎晚顺一 然后扎完晚顺一 再直接下一寸 扎晚顺二 这两针听我说 这两针 要求必须贴骨进针 看这块肌肉是不是后头是骨 我们后膝是扎在肉上 对吧 这两针是往后靠 紧紧的贴骨下针 贴骨进针 进一寸到一寸半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进针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进针 把针扎到小鱼屁这块了 在董事的长针里 这个区域为肾的诊断区域 你看看你这块 如果你的肌肉很有弹性 这块很饱满 证明你肾气很足 如果你这块肌肉一点弹性没有 然后呢 摁下定转 啪啪的 这块就证明你肾区域 你可以把这作为一个诊断区域来使用 那你进针 一针进到肾的诊断区域 所以第一点 这一组针是什么 第一点 治疗肾虚引起的各种病症 包括肾虚引起的头疼 眼花 痛苦神经痛 疲劳 肾脏炎 四肢五种 所有肾亏引起的各种病症 肾亏引起的各种病症 咱不用再细说了吧 来第二点 你写着啊 这一组血治疗肾虚型腰疼 特效 女性用效果最好 就是重性腰两边疼 治疗重性腰两边疼 肾虚腰疼 特效 那这一组血在哪条经上 守太阳 小阳经上 对不对 那根据手足同明经相公 所以第二点 治疗 太阳经走向的坐骨神经痛 特效 那我们这两针下载肾的诊断区 它又以 它的功效 其实就是补肾 以补肾为主 腰为肾之符 对吧 然后呢 这两针 我又要求你必须要贴骨进针 所以这两针还可以治疗腰椎疼 特效 然后根据手足同明经相公 还可以治疗腿弯疼 特效 以前腿弯疼 我们是不是习惯性的去扎尾中和成山 但是一般效果不好 所以你把这个重点标记一下 治疗腿弯疼 特效 下一条 两血合用 针对肾虚引起的牙疼 眼疼 耳鸣 轻力减脆 小腹障 腰围疼 腰背疼 特效